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语 一千九百一十六集 托沙克懒得跟何自珍打口水仗 他冲林语质问道 你把武灵贤放在了华夏 那你怎么给我呀 难道你是想让我等着你派人回华夏去吗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我说在国内留有一部分 但是我们这次出来 我也随身携带了一部分 不过这些药暂时都在我同伴身上 我需要让他们送过来 你来这里主要是救何自珍的 为什么要带这些药材 像武灵贤这么名贵的药材 你带在身边难道不怕丢失吗 困牵时刻他可以保命的 我知道这一次免不了一战 所以自然要准备得充足一些 普通的创伤药和护心丸我带的很多 这种保命的名贵药材 为了一方万一我也带上了一些 这不刚好就用上了吗 林宇好像似乎生怕拓杀不相信 说话间伸手往自己兜里摸摸 摸出了几管止血生机药膏和几颗护心丸 给拓杀展示 拓杀的眼神就变了变 眼中的疑虑这才消减了几分 轻壳几声直挺着身子高声说道 那你现在通知你的手下 让他把武林贤送过来吧 不行 林宇摇了摇头 满是防备地望着脱杀说道 如果我就这么把我的同伴叫过来 不过是相当于多一个送死的人罢了 你见到武林贤之后 怎么可能还会放我们走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让我何叔叔和萧阿姨先走 我留下来做你的人质 而且雨林中手机也没有信号 正好可以让他们出去 通知我的同伴 我的同伴先前陪着我们一起过来的 就在雨林的里面 佳蓉 我们不能丢下你 何自贞和萧曼如听到林宇这话 两个人脸色齐齐一变 何自贞绕过拓杀 急步走到林宇跟前 昂头冷声冲拓杀说道 我留下做你的人质 你让佳蓉和我妻子离开 何叔叔 这不是正这个的时候 你就听我的一字 带着小阿姨赶紧走 佳蓉 不管是谁留下 都有丧命的可能啊 你觉得 他在看到武林贤之后 还会放过你们离开吗 如果换作其他形势磊落之人 何自贞 还觉得可信一些 但是拓杀 可是卑鄙无耻之极 而且刚刚他才偷袭过林宇 听到何自贞这话之后 站立在一旁的拓杀并没有出声 既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认 显然他心怀鬼胎 林宇抬头望了拓杀一眼 眯着眼睛说道 我相信 拓杀会长 身为一会之长 不至于 反复无常 言而无信吧 当然不会 何叔叔 小阿姨 你们也听到了 拓杀已经担保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林宇冲他们两个人笑着笑 说着 林宇自己也忍不住 轻轻咳嗽几声 本来不算健壮的身子 在黑夜的雾气当中 显得更加单薄了 假如 他的话能信吗 何自贞急声说道 他不明白林宇 为什么突然间 信起了这个 卑鄙无耻的恶魔 没办法 何叔叔 我们别无选择 这一次我们只能赌 林宇笑了笑 接着压低声音 冲何自贞说道 您放心 我至今为止还没有输过 无论如何 请您相信我这一次 就当我求你了 他知道眼前的形势 不管是谁留下 都是在赌 无论怎样的取舍 他们三人总要有一个 留下来做人质 而他是最合适 留下来的那一个 虽然他身中剧毒 但仍然是留下来后 最有可能活下来的那一个 可是 何自贞望着林宇 双眼灼灼光芒 道嘴的话 竟然不由一顿 小阿爷 请您和何叔叔 一定要听我的话 离开这里 这样 对我本身 也是一种帮助 您放心 我自有打算 哪怕只有一丝生机 我也会死死抓住 争取活着回去 和你们团聚 请您相信我 肖曼如意时间 也是有千言万语想说 但是看着林宇 近乎哀求的眼神 话到嘴边 还是咽回去 竟然有一些不忍 拒绝他 蒸蒸地 冲他点点头 快点 谁走谁留 赶紧做决定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等你们 何叔叔 你赶紧带着小阿姨走 见到白仁图和参数员之后 让他们两人带着 吴林贤 进来找我 林宇抓着 何自贞的手 重重地按了按 托莎听到林宇这话 眼中神色一动 有一些戒备的冷声说道 不过是带点药材 何须两人 只来一人就可以了 我都这副样子了 比如说你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兵 也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我 我的两个同伴都过来 或许我们三个人 仍旧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最起码 在你反悔的时候 我们生还的可能 还多一些 就是 既然你说了拿到武林贤之后 会放他们走 那来一个人和来两个人 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 你刚才的话 不过是欺骗我们 托莎被质问 顿时语色 他微微一顿冷声说道 好 最多只能两人 听到这话 何自贞内心这才舒服几分 冲林宇郑重说道 假如 我这就到外面去找他们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何叔叔 千万 千万活着出来 放心 一定 林宇笑着冲何自贞点头 何自贞转过头去 冷冷冲着脱沙说道 脱沙 如果你要是食言 对家荣做了什么 对比无耻之举 那我何自贞对天发誓 种刺一生 便只干一件事情 那就是带着整个暗子大队追杀你 不管你是东阳还是米国 谁都别想罩着你 就是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定将你碎尸万段 脱沙双眼微眯 看不出有任何表情的变化 紧闭着双唇没说话 家荣 阿姨等你 萧曼如满脸不舍 冲林宇叮嘱一声 这才随着何自贞 一起朝着雨林外侧走出去 记住 告诉何家荣的手下 他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二十分钟之后 我还没见到人 我就杀了何家荣 何自贞和萧曼如回头望了一眼 接着加快脚步 朝着雨林内冲进去 林宇一直望向他们的背影 直到他们背影 消失在黑漆漆的雨林当中 这才将目光收回来 脱沙冷冷地望着林宇说道 好了 他们走了 你可以跟我说实话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武林闲事吧 很明显 他直到现在仍旧对林宇的话将信将疑 认为林宇可能不过是在拿话糊弄他 不过就是想要救走何自贞夫妇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